加强防疫吉安乡公所再度与中华直将合作 5月18号起到5月31号为止 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6点 在黄昏市场对面的吉安浩克广场 免费是提供了次氯酸钠水 请民众要自备不透光的容器到现场来装水 同时也要提醒民众出门要戴好口罩 避免传染疾病 国内疫情紧张全民戒备 为了让民众有充裕的物资 加强居家防疫 吉安乡公所与中华直将再度合作 5月18号起到5月31号 在黄昏市场前的浩克广场 免费提供次氯酸钠水 疫情的日剧激增 我们希望工部门跟家户 一起来做好防疫工作 谢谢我们在地企业中华直将 提供我们次氯酸钠水 来给我们的家户 在我们工部门的部分 我们清洁队也每天来做一个巡回式 公部门以及公共领域的消毒 走进家户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消毒工作 我相信只有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跟公部门一起来协力 才能够人人平安 家家户户都能够健康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紧要关头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重视疫情的防范 少出门戴口罩 多用我们的酒精洗手 十八号下午三点一到 民众陆陆续续到现场排队 大家都很有居家清洁消毒的观念 那你这个回去怎么用 就喷在桌子啊各方面啊 有那个地方就擦一擦这样 家里都有在做防护吗 有有有 抹布沾湿以后 然后就擦桌子啊窗子啊柜子啊什么的啊 平常在家里都有在加强清洁吗 要啊要啊当然啊 简安相公所提醒民众要自备不透光容器 而且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而次律酸辣水只能够用来擦拭居家物品器具 而不是直接喷洒在人体身上 相公所提醒民众要正确使用 大家共同做好居家消毒防疫工作 介续会接下相报道